OdioJungle 永远不要低估求生欲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,安倍内阁在短短三个月内已经爆出十多次丑闻,倒台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,或不单行。 如今连美国人都对日方下手,在贸易问题上空前强硬,严酷的现实令安倍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应对非常之势。 根据媒体4月24日报道,日本经济栽生大陈茂木敏充宣布了一个消息,每日之间基于新框架的双边自贸谈判,最早也要等到6月中旬才能启动。 而就在4月18日,安倍在特朗普当面逼迫下,刚刚同意设立一个双边自贸新框架。 海外探客认为,日方的最新表态,从某种意义上,说是对美国的一次反击。 众所周知,安倍想借助防美来改善被动局面,可结局却是四大皆空。 日方希望能够获得钢铝关税的豁免,还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加入TPP,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贸易纷争。 但这些都遭到特朗普的拒绝,双方仅仅在针对韩国北林的话题上找到了一点共鸣。 美方咄咄逼人且不留余地,安倍也不能当面与特朗普翻脸。 虽然无心于乐,首相还是陪总统去打了高尔夫球,只不过流露出一种,我都这样了,你还向人所难的尴尬神情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日本很愿意侍奉美国。 安倍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把魏巴摇得像风车,率先给美方带去1500亿美元投资和70万个就业岗位的重礼。 不过,把好处一次都送出去的恶,果就是助长了特朗普的贪欲。 如今的安倍不是不想跪,而是不敢跪,因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跪了,就永远没有站起来的机会。 日本所能给予美方的好处都已经给尽了,如今地主家也没余粮,可特朗普那架势分明要息骨敲随。 不过,正所谓猫有猫道,狗有狗道,为了尽量减少美方的不满,日方的表面功夫做得很足,依然冲在一线给美国当马仔。 就在G7外长会上,由日本外向河野太郎挑头,七个西方国家一致通过,不承认韩国的北林为核武国家的共识,还把完全废除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弹道导弹设为目标,维持最大限度的制裁。 河野还特别强调,G7一致坚持可验证,不可逆的方式废除河岛,这无疑是为特朗普准备了一个筹码。 同时,G7还通过了共同对抗俄罗斯的共识,尽管普京数日前下令在俄日争议领土南千岛群岛举行军演,日本这次也没有拖后腿,而是完全倒向西方集团。 安倍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醒美方,我还是你的人,而在特朗普最关心的问题上,安倍虽然不得不做出让步的姿态,却没有像文在言那样直接投降,签署一个有损本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,面对美方不讲理的敲诈,老油条安倍留了一手,采取的策略就是一个字,托,既不明确拒绝,也不立刻接受, 这是岛羽国家沿用上千年的伎俩,对安倍来说,如果满足特朗普的条件,自己的政权就将土崩瓦解,而现在他的手上恰恰有了几张好牌, 一,日本的民意支持安倍向特朗普发动反击,尽管不支持率已经超过50%,本仍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,希望安倍能够继续担任首相, 如今的日本不是民心四变,而是民心四定,强活需要强势的首相,这是很多人日本人的共识,如果缺少自民党主导的联盟,很多日本人就会出现一种强烈的不安,虽然谁党首相都差不多,但很多民众已经受不了折腾, 重要的是,受益于安倍经济学,日本正处于30年来最长的一轮经济向好周期,这尤其令商界满意,而安倍现在能够顶住特朗普的压力,拒绝开放汽车和农产品市场,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, 安倍对特朗普的强硬,赢得日本国内相关集团的喝彩,简而言之,日本的民意支持安倍,向特朗普发动反击,可以预见,只要能够维护日本的利益,拒绝带上美国为日本设计的进攻咒,安倍继续干下去的希望仍旧很大, 二局势的变化开始对美国不利,安倍等来了机会相比韩国,安倍这次表现得知所有比较有骨气,主要并不是日本人偶尔挣脱了奴性,而是因为东亚大国与欧盟等分担了大部分压力,根据媒体报道,在距离5月1日大限还有一周之时,欧盟似乎对特朗普感到绝望,在24日决定与东亚大国联手, 一起向WTOT,其美国对钢率征税的相关磋商与诉讼,中欧联手,迎面瞬间增大,探克发现,即使到了这个地步,欧盟还说不会在贸易战中选边站队,这是欺负特朗普读书少吗? 除了欧盟、28国、印度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新加坡、委内瑞拉等7个国家,处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,也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感到担忧,不排除也加入反美阵营,维护世贸规则的一方在不断增加成员。 相比之下,美国则越来越孤立,形势愈发不利,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彻底激起重怒,引发了围剿,俗话说是缓则员,没有像韩国那样急喽喽,就给美国跪下的日本终于等来了转机。 日方或许可以擦一擦冷汗,感慨一句幸亏玫瑰,店子都准备好了,日本把据美方的要求,与中欧联手起诉美国都发生在同一天,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。 客观上,安倍内阁这次暂时捡了一条命,可日本如果不能坚持与中欧合作,下次能否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就难说了,玩,祝!本文系海外探课原创稿。